那再下來我們就邀請吳威之教授來過我們與談 我們也是鼓掌,歡迎吳威之教授 好,謝謝主持人 當然也特別感謝李建宗李法官 特別提出了這一篇文章給我們非常多的启示 那這邊我也感恩中華人權協會 名義理事長李永然李理事長 還有許文斌許理事長特別的推薦 當然也包含了我們中華人權協會高師傅高理事長也到了現場 他組成了一個小組特別做這樣的研究 同時也請了周智杰、周教授來做草擬 所以今天一方面也學術界 二方面我也在中華人權協會做了這方面的研究 那當然也包含了我們的陳清秀和陳教授的邀請 那我也做了一個其中的一個引言的報告 不過這個引言的報告 前半部其實都在稱讚我們李建宗李法官他的一個詳細深入 因為從監督寺廟條例已經90年的都還沒有修正 你看問題有多嚴重 而且事實上已經產明了憲法第七條的法律平等 跟十三條的宗教自由 而且司法院大法官也做過五號的解釋 同時有核縣的解釋也違憲的解釋 違憲的解釋啊 那其中也包含了有一條 特別講了違憲的一個解釋 但是呢他十七年過了之後 十七年過了之後啊 那個違憲的解釋仍然還是在 那個也就是十七年之後 主管機關雖然六度提出了宗教方面的一個法治 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那麼我們看到明法總則相關的一個法治啊 他是以世俗的法人為主 所以我們看到只重視了佛道兩教 其他的部分很難去把所有的宗教都規範在內 那因此呢我們看到日本跟美國 其實在七十年前都已經制定了宗教法人法了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做一個基礎的一個法律的制定 非常的可惜 所以呢中華人權協會跟我們台灣宗教聯合會啊 一直在這方面的努力 能夠有一個宗教基本法的一個產生 才是我們國家之福啊 那麼我們看到107年其實也有過 由前理法院院長領先 36位立委提出了這樣的宗教基本法 他特別想要解決五個面向的問題 包含了宗教平等 宗教自由等等 尤其民國25年的寺廟登記條例 根本是著重在他的財產而已 沒有辦法全面的去解決 那麼也包含了他根本沒有辦法去顧及到宗教的特殊性 還有正出多門管理的太多而且太窄 那麼我們看到現行的法制 包含在稅務土地建築法方面 都沒有辦法去解決宗教的問題 而一般的法律卻有侵犯到宗教的支援 所以呢提出一個宗教基本法確實有它的一個必要 那麼我們從4日573號這是違憲的一個解釋裡面 他闡明了非常多宗教自由的道理 同時他說明了國家應該謹守中立跟寬容的一個原則 而這個原則裡面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說國家不得對特定的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或特別的優待或不利益 他必須要前面性的 那麼因此呢我們看到了保障宗教的範圍 包含他的信仰行為結社 而且包含他的內部的一個組織在 好了那這一些部分呢也包括了他的財產 怎麼樣讓他來自由運用 那麼從始宗教在做審查的基準裡面 必須要做必要而且最小的一個範圍 這都是我們在這個4日裡面做了非常多的一個宣誓 所以作者對這個尤其107年的草案 也做了剛才很多的分析 那前面的分析我就不講了 特別講到第三點的時候 因為他特別提到日本跟美國 因為提到日本美國的時候 他說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了 不得賦予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及法院任何形式調節或干涉之權利 或賦予勸告誘導或干涉宗教上職務人員任免或其他進退之權利 所以這個部分等於是引用國外的一個制度 也告訴我們未來應該要怎麼走 同時美國甚至用美國的一個條文說 政府如果以金錢來補助宗教的話 可能是在讓宗教團體日見依賴政府 是在威脅宗教組織自由性的可能 那這也是帶給我們很不錯的一個想法 因此我在最近的我們李永然民意理事長的指導之下 我們出了一本書叫做《宗教基本法》這樣的一個保障 我也在裡面提供了一篇的論文 這篇的論文我擷取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跟其他法律的衝突的地方在哪裡 那其他法律的衝突我們首先我提出了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與中央法規標準法涉及立法跟地方制度的衝突 因為我們目前的立法院很喜歡定立一個特別法 什麼都叫做特別法 可是特別法其實是法律的脈絡 它應該要有執行的期間或者是它特別的室友 但是我們經常就看到很多特別法 就直接暫停了其他法律的適用 如果以這樣來做的話 其實特別法其實並不是一個民主政治下的產物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到這樣的一個特別法 真的能夠使得我們的宗教能夠更加的自由來運作嗎 因為我們看到了 如果我們在草案裡面說宗教的土地簡化都市計畫條例的話 那麼是不是把都市計畫法給暫停了 那這個真的有辦法來簡化嗎 所以我在這個文章裡面也特別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我認為我們國家有一部法還不錯 叫做科學技術基本法 那既然叫做基本法 它也做了很多原理原則的規定 那麼我們宗教基本法 其實可以來借重它的一個想法 來做這樣 因為怎麼樣去成立一個國家的基金 怎麼去來做 譬如說科學技術的年度國家政策的報告 那這個部分呢 要了解國家不應該涉入宗教的部分是哪裡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也看到了財團法人法 尤其涉及團體的登記跟財產的衝突的部分 因為畢竟宗教團體並非一般的財團法人 所以我們在三年前定義的財團法人法 特別把宗教法人給排除掉 這個是對的 但是我們卻沒有一個宗教的基本法 來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非常的可惜 那這個可惜裡面呢 我們看到 它的一個 它是宗教式公益置業 當然不可以跟營利事業一起來看 可是呢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看到兩點 就是說 那它的土地怎麼辦 那我看到有一些版本是說 那土地的部分呢 就不要用登記主義 直接用核發團體證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這個會有危險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用不動產的登記主義 那怎麼樣去做這樣的一個特殊化 這個必須要再深入的去研究 那至於 宗教團體可以來辦教育等等 文化方面的事業 我個人認為這個部分 不用再特別提了 因為這部分是宗教的延伸 也就是說它辦教育事業 公益事業文化事業等等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準用 財團法人法 因為大家才會有公平的原則產生 這個部分是我的想法 第三個是 與民法涉及的財產的繼承的部分 當然我認為財產的繼承 它不是直接用遺囑 對不起 有一些版本是用遺囑就可以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必須要了解 這個宗教師 哪一些是他個人的財產 哪一些是管理的財產 如果全部歸給遺囑 就能夠免除的話 那這個部分也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麻煩 所以我認為 今天的一個宗教基本法 應該是在幫助更多立法 幫助更多的宗教的一個成長 同時我認為另外還有一個想法存在 我們目前的宗教基本法 應該也允許有更多宗教的創新 有更多新的宗教 尤其它的民間的這樣的一個 更多的一個傳播 所以怎麼樣讓一個新的法 宗教基本法更加的簡便 更加的闡明宗教的重要的一個價值 這才是我們今天推動法的一個目的 以上是我的旅談 謝謝 好 謝謝李教授的旅談 非常針對李建中法官的報告 非常不是他的一個重點 不過就是說 他也針對他們曾經的一個 版本裡面的重要內容 我提出了相當深入的說明 我想這兩個剛好可以互相回應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旅談 不是評論 我想可以從一些不同的角度上面 給我們更多一個思考的一個機會 好 好 好